看完了職棒 接著來關心基層棒球 華南青少棒敗部的冠軍戰 桃園市交手台北市 而桃園全場是八支安打串聯 其中黃啟恩是雙安演出 棒球球隊中場是6比3贏球 前進四強階段 另一邊 新北市交手宜蘭縣 新北的炮火猛烈 其中最兇的是成瑞 這場比賽有一支常連的蠻冠全打演出 中場新北10比3大勝過關 華南金控盃 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看到A組敗部冠軍戰 由宜蘭縣交手新北市 新北先發投手楊家園 一局下半早已亂流 連續被敲出兩支安打 又投出出身球 讓宜蘭勾山蠻淚 就是新北趕快換頭 新北想到換了也無疾於世 接著一燈滿的楊志浩 走到中心棒刺 李穎恩 郵承翰一人一支安打伺候 宜蘭取得三比領先 然而新北並沒有因此像是鬥志 接下來以用棒子換一顏色 三月上半開路先鋒許玉潔 一支二壘常打客氣團的攻勢 這個半局新北掃出三支安打 追回了兩分之後 一日氣勢來到二壘上半 連續選到寶宋攻戰一二壘 陳瑞欣這一棒達得相當賣力 球偶在右外野的神圓位置 直接青銅雷包 新北扭轉戰局來到四比三內線 然而一分差距顯然不夠保險 七局再度火力猛攻 尤其看到第七棒的陳瑞 滿壘情況之下 將小白球掃向 右外野落跌非常巧妙 球一路滾到全壘打牆邊 不僅青銅雷包 自己更是靠著優越的角城 一口氣衝回本壘得分 新生罕見的場內滿罐炮 單局新北海冠六分大局點定勝機 中場新北市十比三 打水過關 三個兩年衝返華南新少棒的四強戰 另一邊看到B2敗部的管拳戰 看到臺北市交手桃園市 桃園市現在一直上半連續安打 攻破鴨蛋 一比零米先 之後二到四局雙方都沒有再得分 直到五局上半又是桃園建立攻勢 黃錢 李信謙連續安打串聯 桃園二比零米先 雷然出局二三雷有人的進攻之下 第三棒的饒宥宇也將球掃向右外野 將臺北發生守備瑕疵 雷上兩位跑者通通都回到本內 但饒宥宇自己也發生 桃園判滿粗誤 被觸殺在二雷形成散人出局 而進入零米四過後的臺北 終於在下個半局靠著曾以哲的安打 共會全隊第一分 但是桃園回憶有款幽夢 六月上半江嘉誠 黃錢各自翹出安打 桃園在天津兩分 淹時臺北正在七十下半 也攻下兩分 變得十分渺小 桃園中繼登滿的劉任佑 在失了兩分之後及時回穩 用再見三陣結束比賽 中場桃園是六比三英球 前進四強 Y局臺總共報導 冠軍賽第四戰的賽前 而獨行俠的總教練是希望大家可以調整心態 好好喘一口氣 沒有錯 這個心態是真的非常重要啦 就連菜鳥中鋒Derry Lively也表示 這個焦點不能過多放在裁判身上 專心把自己調整好 最重要 系列賽零比三落後 所以今天在第四戰前的媒體日 獨行俠義比較罕見的 並沒有把賽前的練球做得相當的完整 而是提前的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在媒體日之前就結束他們的賽節練習 那受訪的球員也不約同了表示 現在在零比賽落後的情況下 只能一場比賽 一場比賽慢慢打 同時呢把一些不順利 系列賽不順利的一些感覺拋出腦後 然後呢把心態擺正繼續往下打下去 很多时候我们也更有比较在打资的 审Marco探队 我们也更有比较在地面 要比较还是工资料 跟较相比较的 要比较差 我会今天的一看 因为我们有一个 민�击的 最多了一切 就是能够 能够高楼的 下一回互 前面我们有过过 未來運動studio 梁維毅 張揚 張立群 我們在達拉斯的採訪報導 鏡頭轉向目前3比0領先的塞爾提克當中的射手 沒有錯 而未來在現場的特派團隊 同時也訪問到三十八歲 即將有可能圓夢的老將Al Horford 問他什麼時候看見雙肩連線的真正潛力 以及也期待他自己再一勝就能圓夢成功 哇 完全不同的感覺 完全不同的感覺 在系列賽3比0取得極大優勢的波士頓塞爾提克隊 今天在媒體日可以說是談笑風聲 同時Sam Houser以及Al Horford也談到目前球隊的狀況 以及他們對於馬豬拉教練的一些想法 我們不需要太高 也不太低 但正在甜點上 他這年都做了一個很好的工作 當然我們在這系列有一個很好的領導 但我之前說過 工作已經不夠完成了 他一定是保留我們在確定 我們還要做很多 另外只差一勝的老將Al Horford也談到 他對於雙胎花成長他的看法 對於雙胎花成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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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我會賣成長的看法 未來運動studio梁維毅 張楊 張立選我們在達拉斯的 採訪報導